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中国改革60周年特别报道 今天播出第一集 军民守望相助 共建美丽新西藏 聚焦实战化演兵场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 强化训练打捞战斗力基础 武警某部后勤干部考核 紧贴实战 国防部召开例行记者会 发言人介绍海军成立70周年 将举行国际舰队检阅等活动 中国救援队 深入莫桑比克重灾区开展救助 美国国防部发布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将大规模升级导弹防御系统 深度国际与您关注 接下来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 高原的春天如期而至 在绿柳土崖百花绽放的季节 西藏迎来了民主改革60周年 这场废除封建制度 建立全新社会 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改革 对西藏地方和西藏各族人民而言 无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牺牲 如今西藏正以新的姿态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血液篇章 夹子轮回间 一代代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扎根血液高原 和藏族人民一道携手共建 美好家园 辽量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广场 冉冉升起 今天万余名群众早早聚集 共同迎来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过得很好 民族政策的改革也很好 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很充实 幸福对于生活在世界屋脊的人们来说 曾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60年前 恶劣的自然环境 落后的生产方式 黑暗的封建制度 让淳朴勤劳的西藏人民沦为百万农奴 提起那段岁月 80岁的藏族老人自然格桑 依然记忆有心 我们是跟他们当牛马一样的生活 跟他们带小孩搞家务 种地什么都搞 但是想做什么就没有 人家贵族怎么叫我们就怎么做 贵族不叫的我们就不能做 住他们贵族家里住 跟生血差不多住在一起 拉萨市两万群众 在布达拉宫的广场上 举行盛大的集会 祖国的五星红旗 升上拉萨的上空 1951年西藏终于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 解放军也正式进驻高原 通过赠送种子和农具提供免费医疗等方式 帮助群众提高生产力 然而1959年3月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 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彻底平息叛乱 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 实行民主改革 西藏百万农奴 成了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绝目人 我们在学校也听到这个 学校也开了会 平息叛乱 胜利的 在祖国伟大旗帜的照耀下 西藏人民获得了新生 民主改革让西藏人民 当上了血域高原真正的主人 然而落后的基础设施 始终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步伐 在解放军进驻西藏前 这里连一条公路都没有 有的只是千百年来 由罗马采出的茶马古道 藏族司机洛桑 每天往返于拉萨与林芝之间 跑课运 已经有17个年头 2016年 川藏公路临拉段正式通车 也让他感受到了 更加便利的交通 以前老路有弯道多 以前要跑个稍微快的 七个多小时 现在的话 我们按国家规定跑的话 差不多五个小时到了 现在你看高速中 我们这些车子 基本上90%都没有出事过 行驶在平坦宽阔的川藏县 人们已经很难想起 他60年前的模样 当时第一批进驻西藏的战士 除了要保卫地区安全稳定 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修筑一条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的公路 把高原和内地紧紧连在一起 这首歌唱《二郎山》 歌颂的就是修筑川藏县的那段岁月 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 十万驻陆大军 用铁锤 铁锹 钢铅和稿头 跨越二郎山 雀儿山等 14座5000米以上的大山 飞渡 大渡河 金沙江等众多急流 贯通了全长2400公里 平均海拔3500米的天路 解放军来了 汽车也开来了 但这背后是三千多名勇士 把自己的身躯化作了驻陆的基石 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间 川藏兵战部的一茬茬汽车兵 踏着先辈们用生命铺就的川藏县 为西藏部队和地方群众运送生活物资 他们中的600多人也化作中魂 永远守护着这条高原生命线 过去我们跑一趟 这个拉萨要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才能跑回来 现在我们车队一直跑拉萨 往返20天 而且很轻松 冯正荣1972年入伍 与川藏县朝夕相伴了整整25年 在他的车轮下 天路变得越来越平坦 而在他的车窗外 一处处旅游小镇一路而建 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 现在西藏经济改革开放以后 发展是很快的 藏族同胞感到了党的瘟难 跟我们这个川藏县都有直接的关系 川藏县的这个道路发生的变化 远远不断的物资 所以这个往西藏运化 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潘藏县它不仅是一个国防县 而且是西藏经济发展的一条经济县 60多年来 以公路为起点 西藏驻军还参与了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1965年西藏正式通行 2006年7月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 从第一座电站到第一家现代化医院 一代代官兵扎根高原 用200多个第一 为西藏推行民主改革做出贡献 为西藏人民幸福生活 添砖加瓦 让学域高原昂首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连日来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 展开通信指挥 装备驾驶 作战筹划等客们的强化训练 打捞部队 战斗力基础 在通信专业考核现场 参讯人员要在五公里距离内 正确判读12个目标 完成通信指挥15次 由于观察窗口狭小 视野受限 加之装甲车高速行驶 卷起的沙尘 为官兵判断环境 识别目标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在驾驶专业训练中 驾驶员要操纵装甲车 坦克雷达指挥车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车折桥 涉水路面 图灵 限制路等障碍 复杂的路况 陌生的地形环境 都考验着驾驶员的专业技能 与此同时 首长机关的专业训练 也在同步展开 文书拟制 战场标图 作战筹划等课目 依次进行 强化各级指挥员的综合素质 据了解 这次强化训练 这个率为每名参训人员 建立了训练档案 全程跟踪记录官兵的训练情况 确保训练滞效 通过考核 检验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也是我们对自身 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 为下部抓好 精准科学训练 指明了方向 后勤保障如何对接实战 指挥协同怎样精准高效 近日 武警某部 对一百多名保障部长 业务科长 进行实战背景下的考核 机中平原 武警某部训练场 40多台卡车迅速集结 官兵搭设起临时后勤指挥所 考核导调组 根据演练进程 临机下达导调情况 正在参与考核的后勤管理干部 按照要素分工 迅速下达处置指令 在我前方约一公里处 道路受阻 各分队按照现场指挥 一字动过 保障分队快速按照要求 通过阵碍路段 导调组随即又下达了 救治伤员 装甲车抢修 多车快速补充燃料等情况 考前也没有进行任何准备 所有情况都是随机下达 临机处处 而且在考核过程中 所有的判定标准 都是贴近实战 如果我们指挥脱离了情况 背离了实战 将会当场判定不及格 持续三天的集训考核中 后勤管理干部 不仅要处置 导调组银机设置的各种情况 还要接受评审专家的点评 同时 他们针对部队后勤力量 调整改革后 后装训练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交流 我们集中研究 后勤实战化 体系化 规范化建设的方法路径 同时 我们还采取不打招呼的 突击性考核 向部队传递 大抓练兵备战的强烈信号 掀起后勤 实战化练兵热潮 新疆克兹勒苏军分区 某边防团 今年首批女兵 刚刚结束新训 下连之前 他们跟随边防官兵们一起 踏上了海拔 3667米的边防巡逻路 这八名女兵 分别来自河北 安徽 福建等地 这是他们第一次 参加巡逻任务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完成了 针对高原环境的 体能训练和抗缺氧训练 库尔撇别里山口 海拔3667米 一路上寒风呼啸 到处都是结冰路面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 徒步行进 女兵们到达了戒备处 顺利完成巡逻任务 之后这批女兵将下道连队 开始履行边防执勤任务 这一次是第一次巡逻 我觉得挺累的 挺辛苦的 但是边防连的战士们 每周都要去巡逻 在巡逻途中 我问一个战士 每周都要去 是不是很辛苦很累 但是他说 一点都不辛苦 因为这是在给国家守眉村土地 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动 国防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近期军事热点 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他首先介绍了将在青岛举行的 海军成立70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 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 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 国际舰队检阅 联合军阅展示 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 截至目前 已有60余个国家 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 参加多国海军活动 多个国家将派舰体 参加国际舰队检阅 记者会上 吴谦就美舰过航台湾海峡 和近期美台军事来往密切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 国际关系准则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 言论和行为 都无异于在动摇 中美关系的根基 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 我们还注意到 岛内一些人的分裂谬论 对此我想强调 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正道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胞福祉 细于民族复兴 煽动两岸对抗 妄图斜阳自重的人和势力 不明大义 不得人心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 和平稳定 就美国等西方国家 动不动就拿中国军费说事 渲染并夸大中国威胁的论调 吴谦回应 中国的国防政策清晰明确 中国的国防投入合理适度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 主要不在于它的国防费多少 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 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坚定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其军力的增长 完全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记者会上 发言人还就近期牺牲的两名海军飞行员 表达惋惜和痛心 对劣势亲属表示慰问 3月12日上午 海军航空兵一架战机 在训练中失势 飞行员任永涛 年金星 被避免地面群众伤亡 壮烈牺牲 我们对战友的牺牲深感痛心 对劣势的亲属深表慰问 在生死关头 他们想到的是人民的安危 却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英雄 铸就了我们共和国的脊梁 海空雄鹰 永不折翼 受强热带气旋一带影响 莫桑比克 金巴布韦 马拉维三国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743人 当地时间3月25号 中国救援队抵达莫桑比克 受热带气旋一带 侵袭最为严重的贝拉市后 来不及休整 就派出了32人组成的 医疗救援小组 深入贝拉市农村地区 了解受灾情况 为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布局 中国救援队派出的 医疗救援小分队 包括了11名医生 11名专业抢检人员 和侦察小组 以及保障组等 抵达了位于贝拉市以西 约80公里的重灾区 拉美谷 拉美谷诊所是这个地区 唯一的诊所 医疗救援小分队抵达的时候 诊所外面 已经聚集了大批 前来就诊的灾民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个原本条件就不太好的 小人所 经历了热带气旋 一代的侵袭之后 变得更加破败不堪 医生只能在室外 接诊和治疗 大家在排队登记之后 挤在分发药品的窗口 领取少量的药片 其中有许多还带着孩子 现在在当地 发烧的 呕吐的 虐疾的 上土下泻的病情特别多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热带风暴3月14号 侵袭莫桑比克 这里村子的积水最深处达2米 米拉谷诊所位于村子最高处 也出现了严重积水 病床 捉移以及药品 几乎损失殆尽 大量病例被浸泡 水退之后 积水带来的淤泥 淤满诊所地面 他们奋力清理才让诊所恢复了运作 在此之前受灾的当地居民 处在没有医疗服务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得到支援 包括药品以及病床等等 特别是抗虐疾方面的药品 我们还缺医生 看到灾民们所面临的困境 医疗救援小分队决定 立即就地展开儿科 产科 内科 以及外伤的紧急诊疗 给灾民送来了 基本的医疗的检查 包括体检 包括一些基本的治疗 同时我们中国救援队 还带了一些救灾的物资 救援小组利用室外的空地和小棚子 建立了三个临时医疗点 和一个物资发放点 得知中国医生前来增援诊所 聚集在这里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我的孩子是拉肚子 发烧 还有呕吐 我没有办法 只有来医院找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它就是一个胃肠炎 抗虫线 所以现在咱们给的口服服业炎 就是为了预防它抗虫线 这一个孩子看着还 真的是病情还挺重的 烧得挺高的 卫生的条件也差 然后就是 这个人群的力度太高 然后互相的交叉感染的几率太高 治疗和物资发放一直持续到下午 医疗救援小分队寻诊了一千多人 对五百名当地居民进行了基本治疗 其中包含一百多名儿童和孕妇 对发现的腹泻发热 感染伤口 皮肤病等症状 进行了及时处理 还发放了二百多盒药品 对医疗点周围两千多平米的空地进行了销杀 医疗救援小分队所携带的一千三百多份食品 和饮用水也全部发放给当地居民 马里维和部队加奥任务区周边 近期安全形势紧张 为应对可能恶化的局势 联马团东战区司令部组织多个维和部队 进行联合防卫演练 演练中中国与孟加拉 塞内加尔 柬埔寨等国维和部队 联合作战处置突发敌情 相互借鉴作战理念 在指挥编组 行动流程和防卫技能等方面 加强协同配合 部队应急处突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由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的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演出 今天在京上演 军地艺术家和北京卫戍区官兵 联媚献上一台 颂扬新时代竹梦强军录的精彩节目 展现部队官兵在改革强军征程中 砥砺奋进的新风貌 我们以兵演兵 兵唱兵的形式 让革命老前辈们看到基层官兵 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向前辈们展现新时代革命军人 良好的精神风貌 我是祖国的同龄人 可以说我的成长是伴随着 祖国的发展壮大 一起走过来的 看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 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 感到自豪 近日晚多某训练基地附近 发生山林火灾 过火面积上百亩 正在助训的第72集团军某 合成旅官兵紧急赶赴现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铺救 火轻得到有效控制 国际方面 近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 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将大规模升级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 首次更新导弹防御政策 这份报告长达108页 报告称将提升现有陆基中段防御系统 并尝试使用短程拦截导弹 摧毁洲际导弹 评估在太空部署导弹探测器 和拦截装置的可能性等 报告还建议 对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 反导系统进行换装升级 在阿拉斯加部署新的陆基导弹 拦截平台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 出席报告发布仪式时声称 美国致力于建立能够拦截 一切导弹的防御体系 美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将超高声速导弹纳入防御范畴 美媒称此举明显是针对俄罗斯 近期在反导领域军事动作的回应 那么在美俄围绕反导问题 愈发激烈的博弈中 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呢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美俄在弹道导弹 包括其他导弹武器方面攻防的对抗 我们自己判断的俄罗斯的毛 有可能更加锋利 因为俄罗斯对高端武器 超高声速武器的发展高度重视 像先锋超高声速导弹 另外像匕首超高声速导弹 那么正在研制的新型导弹 包括告石都具备超高声速飞行能力 而且巡洋导弹高度很低 对于各种雷达有很好的躲避能力 美国依靠自己的预警探测拦截体系 三段多层的反导防御 它是对惯性弹道导弹 有非常好的预警和拦截功能 但对俄罗斯这种秘密潜入 而且采取超高声速飞行武器 进行预警探测拦截非常困难 所以俄罗斯也是瞄准了 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短板 包括最薄弱的部位发展自己的新型能力 所以非对称对抗 让俄罗斯在导弹攻防中占据主动地位 特朗普27号表示 俄罗斯应该离开委内瑞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美国不排除动用一切手段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在对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 指手画脚之前 美国最好先对线自己离开的承诺 尤其是叙利亚 同时也应该顺畅地实施 已经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他还表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边叫嚷着维内瑞拉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一边却冻结了维内瑞拉在多个国家的账户 并不断加大对维内瑞拉经济金融制裁力度 这本身就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据叙利亚撒纳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27号晚 以色列军方向位于叙利亚阿勒坡东北部的工业区 发射了数枚导弹 据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袭击发生后 叙利亚防空部门立即响应 成功拦截了多枚异方的导弹 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导致一些物品受损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